各位辣台派 台湾队友 你好 我是蔡英文 这个礼拜六就要投票了 你买好回家的车票了吗 选举的最后关头 你是不是还在犹豫要投给谁 是不是还没有下决心要回家投票 请你借我三分钟 让我再拜托你一次 我相信你是很关心台湾未来发展的人 我也相信你是关心经济收入 福利保障跟生活幸福的人 其实县市长的候选人 也跟总统候选人一样重要 都有责任要改善人民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决定 要投给哪一位县市长候选人 那我要拜托你 请你把这一票投给我 投给我推荐的候选人 因为他会协助我 完成我对大家的承诺 面对四年一次的选举 有些政党选择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但是民进党不是那样的政党 我们努力认真做事 民进党的中央和地方团队 即使在逆风中 仍然从不放弃理想 只有民进党到最后一刻 还在谈政见 只有民进党到选战最后关头 还在关心国家重要产业的发展 所以这次选举一样很关键 我要拜托你这一票 投给民进党县市首长 就是投给蔡英文 让我在剩下的任期 可以更有力量完成我对你的承诺 如果你是总统大选 曾经投给我的人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经济发展与台湾对外情势的挑战 请你借我力量 支持我推荐的候选人 让我们可以完成更多的建设与福利 回家一趟不容易 谢谢你上次选择蔡英文 相信我能够顾好台湾 我也很认真 负责着让台湾在国际上站稳脚步 也致力于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次更不只是一次地方选举 也会决定我们要向世界 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请你让我拜托你一票 11月26号走进投票所 投给我所推荐的候选人 拜托大家一起为台湾挺身而出 团结 吹票 拉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